5月份他就跑回台北 說他要來爭取 台北市長國民黨的黨內提名 對不對 表示什麼 表示他根本無心高雄 他把去高雄參選當成俄系 其次就是說 因為地方 你一定要有在地耕耘跟經營 剛剛大家在講說 謝長廷也是台北人 陳菊甚至是伊蘭人 可是大家冷靜想 你看 謝長廷去參選高雄市長 87年底選舉 他85年副總統參選完之後 5月份他就移居高雄 他經營了快三年之久 陳菊更是 陳菊在謝長廷擔任高雄市長以後 就擔任高雄的社會局長 所以一路他們兩位 是長期經營耕耘高雄 所謂的長期耕耘經營 這才會讓高雄在地人認為說 你有認同我在地 你有認同我高雄 所以你講的話 你開的政策支票 大家會相信 大家才會相信 為什麼現在要拚 沒有 現在要拚 那是你一鄉請問這樣講 我相信最後選民 還是會有很機制做選擇 謝遠我答覆你剛剛講說負債 沒錯 高雄負債這麼高 可是兩個大原因 第一個限市合併 第一個限市合併 因為第一個是限市合併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長期以來 我們地方的財政稅收的劃分 是不太公平 過去縱北清南 而且過去中央集權 所以這兩大因素之下 看起來現在合併後的大高雄 負債很高 但是大家冷靜看 謝長廷跟陳菊 這個在高雄 他們這四任所做的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 也是高雄人現在最幸福 他們兩位的就是說 他們把整個高雄 從工業城翻轉過來 從一個充滿污染的城市 化成一個移居城市 所以你看看 他整治的愛河的這個部分 他們有把高雄市當成目的 高雄市不再只是手段 高雄市不再 只是全國工業的一個宣洩口 一個污染地 所以他們會獲得高雄人民 長期的支持 靈靈是怎麼一年避風一年糟糧 你說高雄負責是必然的 台東管市合併是怎麼沒有負責 這樣你不該把黑子宮 你不該把這個稅收 這個建設你去做一個比較 你就知道你就很清楚 台東也是負責 台東不是沒有 因為 台東負責到高雄才多的 他是毫無負擔 他反正是臨時報仇角來的 選贏選輸都要 所以你看他所講的 你看真的是天馬行空 不過我們也不因人費言 我認為韓國瑜講的很多點子 代表社會很有生命力的一個 很有活力的這個想法 其實在年底選後 陳其邁擔任市長以後 其實可以聘韓國瑜來擔任市政顧問 運用他的一些想法 我倒是覺得是可以 所以我認為到時候投票 選民還是會依這個信任 因為陳其邁長期的耕耘 他在國會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也代理過高雄市長 也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想高雄人士認定他 最後我補充一點就是說 韓國瑜的背後負擔太大 韓國瑜不錯 他本人他是慈顏善目 可是高雄人在投票前會冷靜 想說有韓國瑜背後的 是一群虎報思想 好肉腮腮肉 韓國瑜來了 來當任市長代表 在講誰 的救政權在高雄要來復辟 這到時候會是高雄人 最大的一個可能 你離人民真的太遠 不會 我們高雄很多朋友 你的論點一條 可是你說 韓國瑜是因為很理智 看起來好像是要把高雄人玩 為什麼可以折擇這個 不是我不是說 為什麼他可以折擇這種人動 我告訴你 不是最低級的對角 就是說你民進黨這整 這兩年才是真的兒戲 每一件事拍出來 看到人民的心目中 如果八成的心間地位 你怎麼看不見 今天你沒聽到 韓國瑜不是像我說這麼好 但是為什麼可以歡迎到這個贊助 就是比較你們現在的執政 你們民已經看不下去 這點你分析不到 蔡英文 這次我們的執政不敢說100分 既就代表社會要希望改革 有做出改革 年金有改革 有很多貴旗不公不義 包括國民黨的東山 包括專行政的頂頂 都有協助兵犯 開始打出一波 要改革 當然翻改革的人 還是比改革才 他會來做動 他會不換 但是我們不能 我們站在公平的立場來看 我們中國社會的變動 不能偏見 我支持你們改革 繼續做 不過剛剛事先有說 希望陳其邁如果真的當選之後 可以聘請韓國瑜當時政顧問 然後他的點子可以拿來使用 不過其實現在 他就已經在用很多 韓國瑜的訴求了 包括韓國瑜說高雄經濟又老又窮之後 陳其邁馬上變成了經濟市長 韓國瑜說要北漂青年回高雄投票 現在陳其邁也有這麼一支廣告 告訴大家說到台北去是生存 回高雄來才是生活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惠玲 我覺得剛剛聽了兩位民進黨的朋友的講話 就是剛剛有一個三部送給我們國民黨 我也有一個三部回給你們民進黨 我認為聽到這個議員的講話 我就覺得民進黨在過去這兩年來 還要標榜說是改革 那我們真的沒有問題 我們只會覺得說 經歷南部尤其高雄 經歷民進黨長期的執政以後 今天弄了5000多個天坑 請問曾經為這件事情向高雄人道歉嗎 你們到現在為止 兩年多的施政 非常的光怪陸離 我只能講就是已經完全背離民心 然後你們只有三部 哪三部 不認錯 不反省 不抹黑 就不會選舉 這個就是我 我對你們今天的講話的走評 你一定要說韓國瑜是要什麼 是 對 你剛剛不斷的強調 說民進黨 這個陳其邁在高雄長期耕耘 你真的好意思講長期這兩個字嗎 真的 你們就是長期耕耘 耕耘到出了這5000多個天坑 耕耘到現在這個一片蕭條 然後高雄已經不再是第二大城市 被台中給超過去 所以你如果要說長期 我真的非常認同 長期執政的結果就是這樣 更不要說你說高雄的負債 是因為縣市合併 請問知道馬英九時期 對這個陳菊在高雄的建設 每一項都是花了多少預算撥下去嗎 我下次把那個數據表帶來 所以你說這是中央集權 有哪一個中央集權會說 今天新北市一個圓民館 你就硬生生的 因為你民進黨阿拔獨裁 硬生生把圓民館給移到南部去呢 還有哪一個比你們的中央集權的嘴臉 要更難看 其實我講陳菊今天去 我覺得陳菊不要去比較好 陳菊你幸虧你是跑得快 早早跑到總統府去當秘書長 不然這最近這個淹水的事情 不要算在你陳菊的帳上嗎 你的路面如果撲得很堅實 會一下雨 就不堪檢驗到這種地步嗎 長期執政當然 陳菊在高雄的民調很高 被稱為難罵天 所以他不管出現任何災樣 他都可以繼續在他的自宅裡面 睡覺也好 按摩也好對不對 他就仗得他民調高 今天為什麼你說韓國瑜 你說他臨時去 是不是臨時去 是 是臨時去 可是是臨時去 還可以在你們長期執政的地方 把民調追成這個樣子 那就表示高雄人 對你們長期執政 已經出現了極度的不耐 本來陳菊是要在新北 擔任蘇貞昌的競選總幹事 結果大家說你這個行政 我就不中立嘛 你怎樣嘛 我就不中立嘛 我明天講就是躺著都會贏 尤其在南部選個西瓜都會贏 所以今天這個秘書長 又跑到南部去幫陳其邁 但是我覺得你今天陳其邁的一支廣告 已經說明了一切了 陳其邁的廣告真的做得太好了 那支廣告完全就是幫韓國瑜浮選 他說高雄是一個非常適合生活的地方 大家為什麼要到北部去北漂呢 因為在高雄沒有辦法生存 對啊高雄有辦法生存的都是什麼 都像你這種官二代對不對 都是像你跟陳志忠這樣 你們住在美術館那個高級地段 然後從來不會有天坑的問題 你們都不用工作就可以 比人家辛辛苦苦工作 就可以養家活口 所以你們當然覺得高雄很適合生活 因為你們沒有生存的問題 你們不像高雄那麼多青年 必須要到北部來才能生存 還好意思做出那樣子的廣告 我今天跟大家講 我非常同意賴老師剛剛的講法 賭場是一件不能談的事嗎 是嗎 這麼多個地方 包括你們在崇拜日本 也在搞賭場 英國有沒有運財賭球 有 全世界都有 蒙蒂卡羅的王室本來要滅國了 本來要被法國接收走 因為他財政面臨巨大的危機 現在人家蒙蒂卡羅的經濟 摩納哥雖然是全世界第二小的國家 但是他的經濟非常之好 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禁止 你禁止本地人進賭場可不可以 你來創造一個高雄的經濟奇蹟 讓青年人能夠回鄉可不可以 講的一幅好像道貌黯然 那我就問台灣有沒有運動 有沒有彩卷 有沒有彩卷 彩卷是不是賭博 是嘛 是賭博 不要講的一幅好像很清高的樣子 我們這些通通都不能沾 都不能什麼 陳俊遠在台北市廢公倉的時候 造成怎麼樣 造成私倉地下流竄 就是這樣子 我今天回到母語的問題 我必須要講 我是一個媽媽 我在網路上也看到別的媽媽流言 他說我的孩子 就母語既也不是閩南語 也不是客家話 可是我的孩子就被迫要去學校 學閩南語跟客家話 那不是他的母語 所以不要再講什麼消滅母語好不好 我聽了都覺得很好笑 我沒有辦法教我的孩子 他學校學的母語 好不好笑 我是一個媽媽 我沒有辦法教我的孩子 他在學校學的母語 因為他學的母語就不是那個 今天很遺憾的一件事就是 明天黨永遠都是那種 大福老沙文主義的角度 來看別的事情 就是覺得這是我的母語 所以也應該是你的母語 今天這個 剛剛我們這個準市長候選人 黃偉哲市長候選 我已經是市長候選人 對 他說 準市長 他是要說準市長 沒有 還沒有 他說我們可以各個學校交換 所以不管 不管菲律賓有幾種圖語 你很多想法我們都尊重 我的想法你也尊重一下 我是尊重你的想法 只是你們的立委 你們的立委不尊重人家 市長候選人的想法 不是這樣子嗎 那你講他 不要講我 一天到晚就要講說 要消滅母語 消滅誰的母語 今天如果說是 菲律賓的土化其中的一種 是他媽媽在家裡教他教得好 還是可以他到學校去學 會學得比較好 我們都知道 我還是不是混亂了 我們就在學校園 二十年作詞